SIMS 官方在前一阵子宣布了SIMS的下一代,也就是The Sims 5, 模擬世民5的开发商名称叫做Project Rene。 然后也有消息指出最近模擬世民5代可能在进行游戏的初步测试, 主要是测试盖房、布置、客制化杂具、连线等等的功能。 前几天有一位自称是游戏的测试人员在网络上流出了5代的开发商版本的图片。 结果现在又陆续有更多的截图甚至影片都流出了,我们一起来看。 那对了,之前SIMS官方有说目前我们看到的Project Rene还是很早期很早期的开发版本, 所以我们看到的画风啊,然后操作界面UI啊,甚至游玩的功能到最终上市以前都还有可能大幅度改变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定代表最后游戏就会长这个样子。 因为像我们看当初四代在上市以前流出的图片跟最终上市的样子也是差非常多啊。 Twitter用户TheSIMS5World PO了好多流出的图片,首先这张我们看到社区的俯瞰图,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地图嘛,不过它是不同角度的。 我们这样看这个地图,今天是蛮欧式风行的,是吧? 那暴露者他有提到说这个地图应该是以巴黎为灵干齐发的。 我们看到有好几栋不同的大楼,而是每个大楼之间都有马路交汇啊, 所以感觉真的是比较得都会去了。 它每栋都是大楼耶,没有平房,这部分还蛮新鲜的啊。 这个是在SIMS里面比较少见的,因为通常SIMS都是平房居多啊,高楼大厦反而比较少。 虽然说这个也不算是高楼大厦啦,可是相比起来,算是大楼了,对吧?至少这个是公寓。 再来下一张也是鸟看图,可以看到地图的边界很明显还没有完成啊,因为这个是很早期的开发版本嘛。 可是其实老实说啊,以一个早期的开发游戏来说,我觉得这看材其实还蛮好的,看材完成度蛮高的啊。 那不只有图片,甚至还有影片啊,不过这影片画质稍微比较低一些,有可能被压缩过。 所以实际上的画质,可能会比影片当中看到的还要更好一些。 我们来看影片,超级酷的,这样影片流出啊,天啊。 影片的开头很明显看到这个是定土边界,还没有完成的部分。 哇,这样俯瞰这个地图,我感觉它的光影,它的光影效果还不错,有没有? 像树木的阴影啊,然后这个屋顶反射阳光的感觉,那光影的材质感,我觉得还不错啊。 虽然说当然,现在看画面这件事还不准啊,可能还会改变。 但是我们当中目前看到的来看的话,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旁边这里啊,看到有脚踏车步道,甚至还有停车阁耶,天啊。 到底可不可以开车啊?中间还有那个,树木的分割道。 然后再来看到了哦,有没有?再看,重点来了,这里。 这个是很明显的,它是不同的户嘛,这边有三户。 三户,同时可以看到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说它是开放式的。 代表说我们从这个公寓到隔壁这个公寓的时候是不用经过赌取的,就是可能在这个社区内的全部地段是不用经过赌取就可以前往的。 而也许前往不同社区的时候才说要赌取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它至少会是开放式的社区。至于会不会整张地图全部社区同时开放式,这个部分还不确定。 我觉得其实只要社区它是开放式的,就会差很多了。因为这样子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读取花费的时间了。 可是同时也可以避免整个地图全部开放式造成的卡顿延迟这类的问题,而且让人物比较集中啊。 要不然如果全部的人物,全部的NPC,散落在整个大地图上的话,其实每个地方,它的人是很少的。 像之前的三代就是全开放式地图嘛,它是整篇一张地图的,全部开放式。它的优点是不需要读取,让玩材比较有坚持感,可以开车到处走。 可是相对的它的缺点是,比较卡顿啊,它的优化比较差一些。 而且因为人物是全部分散在整张地图上的,所以我当初玩的时候,几乎是每到个地点,通常只有大概一个人或两个人,甚至没有人啊,或许好像这个城市比较空旷一些。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开放式社区的话,因为它的开放式范围比较没那么大嘛, 所以可能会让人物比较集中一些,可是同时,我们在这个社区内前往不同地段中,也不用读取。 再来,看到旁边,呜,大家看,旁边这里,这个是有室外的咖啡厅吗?可以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吗? 哦,它拉近了,拉近看了,听到我们讲话了,听到我们想拉近看室咖啡厅了。果然啊,可以坐在外面,有没有。 然后隔壁,也有不同的商店街,这是咖啡的标志,酷耶。 还有那个墙壁涂鸦,这街道好美哦。而且我们近看的话,大家看,这个材质感,我觉得还不错耶。 哇,这个地方,我喜欢刚刚那个平台的感觉。还有那个太阳的光影效果。 然后拉进去看,哦,这个里面是空的。所以代表说它不是每栋房子都是可以使用的,某些房子是布景。 其实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这个样子嘛,就是我们看到的房子,不一定每栋都是真实的房子啊,很多会是空壁而已,就是装饰用途的。 这样子才能够让整个地图看起来比较丰富,可是同时不会拖累效能。 然后再来,看到车子,那车子到底可不可以开,哼,不知道。可是要停车格耶。我感觉说如果停车格的话,车子可以开的机率好像蛮高的是不是? 当然不确定啦。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影片,这个是拉进,看街道的景观。 旁边的商店街,哇,那个楼梯,那个楼梯好美啊。这个是喷泉吗?感觉像是对吧?它是墙壁涂鸦,然后这个看起来像是花店的感觉吧? 拉进看的感觉跟当初官方展示的影片当中是比较俯瞰角度,那感觉差好多啊。 这样子看起来整个风格显示很多耶,是不是?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 然后商店的正门口,再来,旁边有些垃圾桶。 然后这个也是商店街,里面可能还没东西。 哇,街道上,旁边的树木好美啊。旁边这个也是好像咖啡厅吗? 哦,而且大家看,那个树木,还有那个花朵,随风摇曳,有没有? 这个细节,这个细节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这部影片,我们一起看房子的内部,看家具,窗帘,然后书柜。 哦,这样看,我真觉得要近看那个光眼材质感,明显提升很多耶。 像我们看左边那个花瓶,这个花瓶反射光泽的感觉。 好像有点瓷器的材质感吧?瓷器或是金属,超酷的。 洗手台还有些代谢碗盘。 希望到时候五代,我们在游玩上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小细节。 例如说像这个盘子啊,碗盘啊,如果还没有洗的话,可以暂时堆在水槽里。 这个细节还不错啊。 旁边还有烤面包机,有没有?那个材质感也蛮亮的。 感觉这个房子非常生活化,放很多小东西。 还有那个盆栽,进到厕所里看。 哇,这个厕所。 这个画的边框,它的材质感光影感觉好真实啊。 还有那个玉帘也是,玉帘有那个好像塑胶质感。 走出来了,超快的。 然后回到我们的厨房,看冰箱,微波炉,然后壁炉堆东西。 往下看,柜子也是放一堆东西。 然后电视。 这个进去呢? 哦,这是一个房间。 边上的一些画什么什么的。 感觉真的是超多的小东西,小装饰物件。 然后看到这个屏风上,还挂了一个毯子。 然后往右边看,看到床。 那我们当初从官方的展示影片有看到吗? 那个杂具的每个部位都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床头版的那个样式、形状、颜色、材质。 再来这部影片,拉近看公寓。 这样子更明显看到了,这个是三户。 然后三户,同时可以看到的,不用经过渡去啊。 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户文。 所以这个公寓的这一层楼就有四户了。 这一户是空的,还没有放东西。 看到这个中庭广场。 然后再来,给我们看那个公寓的屋顶。 屋顶的材质感真的是蛮亮的。 有没有,刚一瞬间拉近看,看到那个屋顶的材质感。 这样子看有没有,好能颗粒的感觉啊。 再来更多的室内近看的画面。 那个沙发。 沙发上面有小毯子。 然后再来那个门,再看这个门的材质感。 玻璃材质感。 门逼真啊其实。 还有这个地毯材质感也是。 好像亚麻材质的地毯吧? 编织的。 对吧? 还有些盆栽。 跟这个沙发。 桌上好像那个面包。 从不同的角度再来看我们的厨房。 然后这边有微波炉。 近看烤面包机。 哦对啊,这个瓷器的材质感。 有那个柚啊,那个柚漆。 还有扫猫杯子。 再一次,我真的觉得它的光影效果。 近看真的是明显提升了很多。 像我们看这个水槽,近看。 它那个精髓的光滋感,感觉非常的好。 从不同的角度看厕所。 看到那个镜子。 好像有点水渍的感觉。 我再来看那个地板。 也是有点瓷砖的光泽感。 它那个玉帘好闪亮啊。 玉帘应该是塑造的嘛。 抽离闪亮材质感啊。 还有这个浴缸也是。 都有那个光影效果。 里面它隐喻有那个水渍痕迹耶。 对吧? 这应该是水渍没错吧? 不是我的错觉吧? 然后玻璃的水肠。 这一间是比较空的公寓。 可能刚开始布置的。 放一些简单的柜台还有冰箱。 那个冰箱好闪亮啊。 还有门。 底下都有看到吗? 那个门的上面有放那个挂钩啊。 有没有?可以挂东西了。 再来看另外一栋公寓。 这栋公寓它是分成了两个。 从对角线分割。 另外一栋目前是空的。 然后左边那一间布置的还蛮满的。 可以感觉东西放的几乎全满了。 从这边走进来。 门口看到有个壁炉。 还有些沙发。 哇,这个渣东西是放的满满的。 那个冰箱也是很闪亮。 而且不止冰箱, 连那个柜台的平台也蛮闪亮的。 有那个反射的光泽感。 上面还有面包。 这个食物好可爱啊。 还有这什么? 小圆球。 还有花瓶。 这个玻璃花瓶的光泽感。 这光泽感太好了吧。 而且这个还是低画质的。 藏壁上也有放了很多东西。 有画像啊。 装饰品。 那类的。 还有经典的画架。 甚至东西好多啊。 这个加东西摆得非常满。 超级满的。 然后进到这个是厕所。 对。 这厕所的盖子也好闪亮啊。 连那个通马桶都是。 一样非常的塑胶材质感的那个玉莲。 哇。 这个玻璃门。 这个门的那个材质感。 天啊。 真的好逼真啊。 就是我们以一个开发初期的游戏来说。 我觉得这个材质看起来算逼真了。 对吧。 因为这个还不是完成品啊。 这个是很早期。 很早期的开发版本。 Sams官方自己说的。 然后进去到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是床铺。 那个床的那个抱枕。 小抱枕。 金色抱枕。 有点丝的材质感。 然后这个房间是多角形的。 多角形的房间其实不好布置啊。 稍后再摆东西。 整个公寓大概长这个样子。 最后这部影片看到更多街道的情况。 还有地图边界。 就是刚刚看到的嘛。 外面那个蓝色区域。 应该是还没有弄好的。 然后大家有看到吗? 那个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有放一个那个停车单子。 所以我永远会觉得啊。 也许。 之间也开车了。 也许。 希望可以啊。 近看那个树木的树叶。 感觉更加比真了。 旁边那个马路, 一样是有脚踏车道。 虽然说目前车子都停在脚踏车道上。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哇! 就要近看。 还可以看到车牌耶。 酷耶。 所以如果只有车子的话, 每一台车会有不同的车牌嘛。 目前看到的车牌。 哦! 它拉到车子里面看。 车子里面目前是还没有完成建模的。 所以不确定这车子到底会不会有实际用途。 目前还不确定。 虽然说我们在实际的五代游戏影片当中, 没有看到任何的人物嘛。 不过就被爆料着, 他说他在游戏的城市码里面, 找到了几个人物的模型。 我们看这个图片, 人物的下方, 甚至还有这个3D轴。 就感觉像是Blender的画面啊。 很像是从3D建模软体里面弄出来的画面。 不过这个人物的模型, 目前看起来完全度并不是很高啊。 而是他的画风、风格, 跟我们目前看到的环境和家具风格好像不太一致, 不是一样的风格啊。 所以我猜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Placeholder。 因为目前五代的开发中引擎, 应该用的是Unreal Engine, 虚幻引擎。 所以他本身就有很多的现成的模型, 现成的东西。 所以我猜可能是他们用一个现成的人物, 稍微的调节一下, 先暂时用来测试人物跟环境, 交互互动的关系。 我相信啊, 最终游戏上市的时候, 人物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再开下一张。 对啊, 我们这样看的话, 这个人物甚至没有眼睛啊, 他没有眼白跟那个眼珠耶。 然后再来下一张。 这个人物的完成度更低了, 甚至连他的手啊, 头部模型都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想这几张人物的模型, 其实他的参考度可能不是那么高, 暂时先用一个现成的人物模型, 来测试人物跟环境的互动。 然后到时候可能才会有 渐渐的人物模型放进来吧, 我猜啦。 这个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搞不好到时候, 这个真的是开发中的人物模型啊, 不知道。 我希望之后五代的人物模型, 可以比较写实风格一点。 我希望他可以比四代的人物更加写实一点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种风格人物感觉比较偏像卡通风嘛, 对吧? 甚至比四代更加卡通风了。 虽然说卡通风也是蛮可爱的啦, 可是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偏好写实风格一点的人物。 你们呢, 你们人物喜欢比较偏像卡通风的, 还是写实风格的。 然后最后一张,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地图的样子, 不过这个地图可能还没有完成, 只是一个大概的形状而已。 所以代表说我们至少会有两个地图吧。 好,所以看完之后你们有什么想法? 虽然说游戏目前的画风啊, 然后操作玩法, 都还有可能大幅度改变, 可是我们当周目前来看的话, 我感觉他的环境的光影, 然后材质,近看, 比远看看才真实很多啊。 然后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开放式社区, 我觉得还不错, 但至少我们去隔壁的时候就不用赌取了, 会比较方便一些。 而且其实我们要考虑到一点, 之前官方在展示这个Project Rene的时候, 他们是同时展示了可以在电脑上玩, 同时手机上也可以玩的。 所以他们在开发这个游戏的时候, 可能要同时考虑这样子的运作系统, 能不能搬到手机上。 我觉得手机可以玩感觉很方便啊, 因为其实现代人越来越忙碌, 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坐在电脑前玩游戏啊, 如果手机也可以玩的话蛮方便的, 随时随地想玩的话就可以拿起来玩一下。 可是手机本身有些限制嘛, 例如说操控上面的限制, 所以我希望不要因为手机平台也有, 就让整个游玩的操作变得比较简单一些。 我希望游玩上的游戏性和功能性, 还是可以维持比较复杂的。 不要因为手机也可以操作就降低它的复杂性。 其实我觉得它们可以让手机上游玩的时候功能比较少一点, 然后电脑上, 才有最完整的游玩版本。 这样子也可以啊, 是不是? 好吧,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赞哦, 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会持续更新SIMS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订阅, 然后记得开启铃铛, 其中全部通知, 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发片咯。 感谢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